欢迎收听Just Talk Radio 焦土客 我是小萱 今天在我旁边的是网友 嘿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网友 网友这个名字大家应该觉得 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的人呢 其实他的本名叫做网友盒 但是网友是他的称 前两个字 对 是他的昵称 对对 这个网友也可以是网路上的网友 大家在新闻上常常看到什么网友表示 网友表示 我身边的朋友就这样呛我说 怎么又是你 没错 就是那个网友他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喜欢上网的人 所以我觉得蛮适合他的 就是一个网友跟网友的概念 今天网友来到底要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主题是二十好几 二十好几这个主题 其实是小萱自己私心很想要聊的 因为其实到现在从高中到大学到现在 其实我现在已经大三了 每次想到自己已经二十岁就觉得不可思议 老妹咯 可以不要这么直接吗 没错就是老妹 但是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 你知道一点长进都没有 就是怎么感觉 其实没有没有做出什么 觉得自己已经是二十岁的事情 但好像就突然就长大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很想要知道 到底其他二十岁的人都在做什么 我吗 就是你觉得呢 你找了一个跟你一样不长进的人 来跟你谈说我们二十岁做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一定得做什么 才能够表示自己长进 但我觉得不一定吧 二十几岁本身就是你的想法 一定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我觉得每次在跟别人聊这些想法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学到很多 嗯这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是阶段性的 你每一个事物你在每个不同阶段去看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从这些 你从同一个事物看到不同的面向 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从这边看到我们成长的轨迹 没错所以我很希望把这样的感觉分享给大家 虽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但是我觉得大学就是很神奇 就跟国小跟高中就差很多 就是好像只要离开大学之后 大家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吧就算在现在大学我都觉得 跟以前国小国中高中不太一样 毕竟国小国中高中的时候 大家都必须待在同一个教室 然后不能出去 但大学它变成一个自由选课的时候 你可能这堂课是跟那个同学 但下一堂课这个同学已经不见了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没错 在同学之间的情谊 还有你待人处事方面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吧 毕竟你从国小到高中都是同样的模式 但是你一上高中中就是离开也离开家人 然后也离开熟悉的环境 然后也离开熟悉的朋友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虽然我现在已经大三了 但还是有深深的觉得 没错 但到底为什么今天要找网友来呢 其实网友是我在大学的校园电台 也就是松涛电台里面的好搭档 对 那我们是中央大学松涛电台 那小萱是台长 我是副台长 那今天小萱可以邀请我到Just Talk这边担任他的嘉宾 其实我满荣幸的 然后也很开心可以跟他一起在不同的场合合作节目 没错 其实我是想要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声音 我觉得大家一直听我的声音应该很腻 今天特别带来一个你知道被很多人称赞的声音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会开始想像他长得怎么样 油腔滑掉 油腔滑掉的人 没错 他其实就是我的电台好朋友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呢 就是关于我们在校园电台里面很好玩很有趣的一些事情 也不禁然是有趣 总是有收获对吧 是啊 没错 no pain no gain 但是一开始呢 我想要先用一个方式来开始聊我们的话题 也就是快问快答10秒 对你没先跟我讲 快问快答有趣的点就是在于你不能思考很多 所以你要非常直觉的回答我 那我们现在就要立马开始啰 第一题 为什么当初想要成为电台DJ 第二题 自己最喜欢的节目 你做过的节目 这应该没有10秒吧 第三题 在电台的目标 好 他现在就不打算回答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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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快问快答10秒就先在这里结束 因为我的快问快答10秒是5题加起来只有10秒的意思 5题加起来只有10秒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没有啊 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了 拜托啦 真的吗 你这样又回答出来哦 但是我回答可能会超过10秒 所以我会截断你啊 好 所以我要控制在10秒 那我们再一次咯 好 快问快答10秒 开始 第一题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加入松涛电台 其实加入松涛电台只是个意外 我当初并没有成为DJ打算 第二题 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是哪一个 你说松涛电台的节目吗 对 那个 第三题 在电台的目标是什么 在电台的目标 我觉得一开始在电台目标是要交朋友 但目前现在我想追求是带给各位听众朋友 第三题 电台到底在做什么呢 电台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分享的平台 第四题 电台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电台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跟别人合作节目 讨论节目到深夜 当 来不及 没有 其实总共有五题 但是我刚刚算错了 好 没有关系 但是这五题呢 从第一题开始好了 当初想要进入电台只是一个意外是吗 是 就是因为当初加入松涛电台 老实说我进大学的时候我是蛮茫然的 然后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去参加 包括我们学校有举办社团职业 然后之类有的没的 之后我是在系上 就是有 那个大学会有直属 就是学长学弟 学姐学弟制 然后我有一个直属学姐 然后她也是松涛电台的DJ 然后她叫杨阳 对 然后在社团职业结束之后 我并没有收到松涛电台这样的消息 直到面试当天 然后也是我们系上的直属相见欢 然后她告诉我说有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可以就是在直属相见欢之后 我去电台面试看看 那就这样误打误撞进入了松涛电台 所以对我来讲这三年的电台生涯 其实算是一个意外的旅程 也太传奇了吧 简直就是一个戏剧性啊 其实也还好啦 就是被拉入火坑那种感觉 那你被拉入火坑之后就呆了三年 是一个心甘情愿跳坑 等一下里面的故事 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 然后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题目 自己最喜欢的你做过的节目 其实在电台里面因为三年 所以每一年都会有产出 一定会有一定的节目的数量 做过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个 你要好好讲哦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在等你讲哪一个 没错因为我在大学真的 我在松涛电台有一个很大的目标 就是跟所有电台DJ合作过 那我也很努力去完成这目标 所以我合作对象很多 那要我选出一个最喜欢的 其实我刚才考虑了很久 我最后终于蹦出一个答案 是我第一个节目 是我第一个正式去成为一个DJ的节目 叫绝对失度 为什么不是跟赵宇的那一个 跟赵宇的那个算是应急出来的 怎么讲 就是因为当那时候赵宇是想要挑战自己 哦就是跟你 哦我总了 就是设想的比较不一样 这是两个DJ一起真的很认真想一个 想要做的企划的感觉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目标超神奇的 就是怎么会有一个目标 是想要跟所有人做节目 你看你如果说我就完全没有想过这个目标 因为我就说我一开始进入电台 真的就是只是抱着交朋友的打算 其实我没有想过未来三年会这样一头栽进做节目的深渊里面 所以我一开始设计的目标就是 那我竟然来到一个社团在大学这样子 那我就干脆多认识人交友 嗯嗯嗯 那你刚刚讲到那个节目叫做相对失度 相对失度 它是一个介绍新式的节目 那也是我第一次成为正式DJ可以自己选题目 自己策划自己企划 然后自己找partner 然后自己讨论中间的过程 嗯 那当然它是我第一个节目 我是很深色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个节目的意义不在于它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而是它是我在电台的一个开头 一个起点 嗯 对那中间的过程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我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节目 嗯 那就是相对失度 那这是对于我个人的意义而言 那对于各位听众朋友们 它的呈现的效果可能没有大家 这怎么就是电台 这怎么就是网友的水准呢 你干嘛要自己在那边 如果大家很想要听听网友做什么样的节目 都可以到送到电台来听 对我们官网上都会留一些那个 都有过去的历史 对那当时我的partner超强 我真的被它carry 哈哈哈你自己也很强啊干嘛这样 你们两个都在那边互捧吗 这就是一见面他也很强我也很强 一直在那边讲 因为他说刚认识好不好 你刚认识怎么可能互贼 那就是互捧 这个这个是个正妹啊 可是重点是大家你们要知道中央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耳闻是男生比女生多 所以当时大家一听到网友要跟那个女生合作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想法是他想要追他吧 对因为那个女生很正 算是电台里面数一数二症的女生 你是讲给他听的吼 我一定会叫他来听 哈哈哈 不要不要不要 没错 所以 然后他一般会翘起来 他应该会超开心的吧 我会他会翻一个我超大摆的 他说这变态 不一定好不好 我们可以再问他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相对失度这个 对于做一个DJ来讲 就是开始真的有一次去做一个节目 真的是差很多 就是跟你只是 就是你只是为了要挤出一个节目跟你认真做一个你想做的节目 对就是你想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题目 我觉得是一个自己想做 跟自己不想做 我觉得是一个很在投入的热情跟积极上面是一个很大程度的不一样 嗯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电台到底在做什么呢 嗯 我觉得做了这么久 我觉得电台就是一个分享的平台 不管是分享你自己的心情 自己的感想 甚至音乐之类的 嗯 就是它是一个分享的平台 一个管道 嗯 所以我觉得电台是一个媒介 对 很浪漫的媒介 因为你看不到 真的 在现在这个影像当道 不美就没得活的时代 实在是 觉得电台也是有它的魅力之在 不然网友怎么会在这里待了三年 对啊 要不然我这个肥仔早就被电视淘汰了 影像 没错 那今天这一集呢 用声音来跟大家做 也是用声音来跟大家聊天 那聊到这里呢 最后一题是电台最深印象深刻的事情 这个要卖个关子 我们要下周继续跟大家聊咯 好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下周见 各位下周见 各位下周见